今天下午周杰倫 周董是婚后首度出席公开场合 来到台北市政府参加全国校计原创的音乐大赛记者会 鼓励玩音乐的年轻人未来能进入决赛的话 都有机会被杰威尔音乐给签下来 但周杰倫因为担心媒体问到婚后的生活 模糊到这个活动的焦点 是跟现场媒体大玩躲猫猫 抱怨市府没有VIP式 害他躲在厕所等待上台 但这不是玩笑话 因为天王周杰倫来到北市府 参加全国校计原创音乐大赛记者会 还真的和媒体玩起躲猫猫 媒体会这么拔腿狂奔 实在是因为周杰倫好不容易昏厚 首度公开露面 却拒绝媒体联放 原创性很重要 就是你很多癌痢可能别人也会做 对不对 怎么样去跟别人做的不一样 不要让人家觉得有一种 别人的影子在里面 这个很重要 在台上和玩音乐的年轻人侃侃而谈 台下却一路臭脸直奔保姆车 谢谢 祝杰刘和昆琳 就算已经举办完世纪婚礼 但新闻话题却始终没有停过 一会儿是前老板吴宗献抱怨没收到席帖 批评周杰倫网恩负义 一会儿是昆琳被爆料 继母一直以来都不疼爱她 过去还四处放话昆琳抽烟爱玩乱交友 甚至还阻挡昆琳和同父异母的弟弟玩在一起 让昆琳澳洲籍的父亲打算和继母离婚 但对于这些八卦传闻周杰伦一律不回应 外界有再多的疑问也只能被挡在门外 雨电TV有传五黄金台北报道